戏剧《多桑》在西罗福星宫开景,以《酱油世家》为背景讲书二代父子情。 72岁丹丰这次演出《酱油世家》大家长,两年没现身荧光幕的他,在圈内盛传患有帕金森氏症,还跟老婆朱须经离婚。 他昨淡定否认,是因多年前心脏家庄之嫁,体力差而已,时封多年前被传离婚。 他说当时因老婆在骂阿密陪小孩念书,夫妻俩分隔两地才会被误会,老婆今年初也已返台,而最近传跟前妻陈思离婚的土宗华,也演出同剧,她本也要出席开景,但龟缩没出现,时封有感而发提到自己42年婚姻,真的最感谢枕边人。 透露两夫妻相处之道,在于老婆不会给他太大压力,不过问他工作,还帮他理财,不仅帮他在台湾买了十多个停车位,还让他现当东区六栋房的包租公。 时封还说自己以前拍戏回家太累一生气,老婆就会带着小孩出去散步,让他独自在家消化情绪。 他传绯闻时,老婆EQ也高,有次在家看电视,广告中出现跟时封传绯闻的女星,朱虚青就用手指住女星跟女儿说,这个人以后走在路上要叫他妈妈,用小技巧让他知道分寸。 台湾资深演员时封早期多以电影为主,随后转战电视剧,出道多年的他出演过无数经典的作品,精湛的演技和帅气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不过,近年来时封因身体问题渐渐淡出演艺圈,让无数影迷朋友们遗憾不已。 作为老一辈的著名演员,时封的私下生活也一直备受关注,尤其是他与太太朱虚青的理财之道更是被人称赞,那么在他身上还有着哪些经历呢? 今天便给大家分享时封的故事。 现年81岁的资深演员时封,出道多年的他演出许多快智人口的作品,例如《飞龙在天天下父母心》等,然而近几年却显少见他出现在荧光幕前,原来是他拍戏熬夜多年导致身体欠安。 在2017年更传出心脏出状况需要紧急动手术,而且是不算小的手术。 后来时封在出席中式举办的关怀演艺人员春节联欢餐会时,看起来销售许多,但他也向大家报平安,表示自己恢复得好多了。 医生也叮咛他要多休息,多运动,饮食也要健康营养,更坦言希望时封不要再拍戏了。 不过,时封表示若是身体许可,未来还是希望能回归演艺圈,过过戏隐,至于大家常常认为他和时英两人有心结,以前电视台拍戏如果找时英就不会找他,让外人觉得我们有心结,这是没有的事情。 我们私下里都是很好的朋友,而且彼此都很希望有机会能够同台演出,因此在聚会中看到对方时,真的很开心。 虽然年纪已有80岁,但时封整个人看上去依旧相当有精神,或许跟他的养生之道有很大的关系。 出道多年的时封为了工作常常奔波,而显为人知的是,他也曾遭到过一次意外。 2019年9月2日,时封满间11点多在北市人暗路四段发生车祸,与一辆逆向行驶的轿车对撞,索性他没有大碍,在国泰医院简单包扎后随即返家休息。 由于照获驾驶汽车逃逸,警方根据车内物品寻现追查,两辆小轿车的车头全毁,强劲的撞击力造成板筋扭曲变形。 前轮受损无法动弹,两车气囊全都爆开,其中黑色轿车的车主就是资深一人石丰。 案发后,时封神情疲惫,身上多处擦伤,在医院做简单包扎后已经可以出院,但想起赵氏逃逸的驾驶,他依然很生气。 据悉,当晚时封驾车行惊人暗路四段,突然遭一辆逆向的红色轿车迎面撞上,发生车祸后,赵氏的车主以及乘客当场下车逃逸,将撞烂的车子留在现场,甚至连手机都来不及带走,怀疑可能是酒后赵氏。 才会这么匆忙逃跑,后来,在事隔18小时,三日晚间7点多无幸车主和当时在车上的私人财道案说明,当时自称开车的39岁张姓无业男子声称为酒驾,是指定驾驶,其他三人都喝了酒,只是因为自己不熟悉路况导致走错路,而撞车后因郭姓友人满口流血,大家送他就医,才会匆匆离开现场。 然而据了解,受伤的郭姓男子只是嘴唇受伤并没有就医,全案仍有一点,台北市警大安分局一公共危险罪,赵氏逃逸罪将张姓男子含送法办。 之后这起事件也已妥善解决,索性这起车祸没有酿成严重伤亡,但对石峰而言,那天晚上恐怕是最惊魂的一夜。 至于上面提到的石英,和石峰一起被称为电视圈的双弹大户,二人都演了40多年的戏,年轻时都是一线小生。 就算是年纪大了,也要扮演当家老生,戏从来没有断过,只是石英,石峰亡不见亡,两人必不同台,但并不是外界所传的二人有心结,而是因工作的原因无法同台。 此前,石英刚演完民事意难忘,石峰就在三立天下第一位中挑起大脸,不过,两人钱赚得多,却花得少,不烟,不酒,不乱挥霍,理财有一套,在资深老艺人当中,许多人在晚年时期还要靠演艺工会捐钱助记,只有双弹拥有一万人生。 不管是年轻时期的石峰,还是老年时期的石峰,不拍戏时,他的打扮永远是牛仔裤配牛仔衣,再开一部破破烂烂的轿车出外景,带太太朱须清外出旅游,也不花钱,就骑脚踏车,吹吹风,光从这一点,就会有很多人猜想,石峰是穷老大,那你可救错了。 石峰的家产,光是能在台面上讲的,台北国父纪念馆旁有一栋豪宅,内湖有一栋,美国有两户,石峰是十四户,四栋豪宅,外加很多停车位,至于大陆有没有制产,他都不说。 石峰的真实人生,就像他在三立天下第一位中演的企业老大一样,不同的指示,系里他是食品界企业老大,生活中,他则是房地产的老大。 不过,石峰穿得低调,形势更低调,只要采访他,怎么理财才能理出一万人声? 他马上回答说,哎,不要提这个啦,我怎么像是有钱人呢? 虽说石峰会演戏,能赚钱,但是会理财的是他的太太朱须清,提到太太,石峰满脸得意,我是流氓学生,台南商工毕业,朱须清的学问比我好,他可是大学生哦,台一大毕业,和李安士同。 一所学校,二十几年前,石峰拍西螺七剑嘉庆军走红时,左手赚来的钱,右手就交给朱须清,让太太帮着理财,当别的小生买名贵叫车耍帅时,朱须清对石峰说,车子不必买,但是停车位一口气买了十个,接着又在果妇纪念馆附近买房子,石峰可以走路去拍戏。 十年之后,名贵叫车会折旧,可是石峰投资的停车位,行情只涨不跌。 从黑白电影拍到彩色电视,石峰演技精湛,身材不走样,和他一起合演天下第一位的很多年轻演员都称呼他是帅阿公。 石峰的太太朱须清,不只会帮石峰理财,把石峰的一对儿女也交得很好,石峰的女儿长得很漂亮,很多制作人都游说石峰,女儿也来演戏呀。 石峰总觉得,演戏之行很苦,要红一辈子,年轻时赚到钱,老来还存到钱的一人没有几个。 而女儿和儿子在美国念完大学,都攻读计算机科技,目前在科技界工作,石峰逢人就会说,女儿已经三十多岁了,还没有嫁人,你赶快帮忙介绍一个好男人。 作为父亲的石峰也真是尽心尽责。 2019年4月30日,台湾首部政治悬疑电影幻术举行记者会,国宝级演员石峰饰演前领导人李登辉,原来他早在20年前,就曾以资深演艺人员的身份被领导人接见。 李登辉当时看着石峰长达30秒,对他说,你一定会越老越红,一番神欲言让众人惊叹。 而石峰在记者会上角色上身,气场全开,只说,我现在呼吁台湾同胞进戏院支持幻术,为记者会掀起高潮。 在剧中饰演随护的林伟首次揭演政治电影,向往该神秘角色许久,笑说,但是都没人找我,可能因为我太斯文了。 斗志孔泽自豹为了演好宋楚瑜,在家时长眉头深锁,让太太大呼售不了。 我好像生活在政治之家,你要做功课就给我回房间,令旁人哭笑不得。 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老艺术家都相继离世。 尚有活动之力的老艺术家也都退居幕后或回归家庭了。 对于这种必然情况的发生,观众们纷纷表示惋惜和遗憾。 尽管老艺术家们都不再露面,但是他们曾经留下的诸多影视经典,仍然留存在观众们的心中。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位也是一位老艺术家。 他就是曾经的著名男演员石峰。 石峰本名是曹兆雄,台湾人,于1942年出生,在家中海航老大。 他1969年从影,1971年加盟刚成立的中华电视台,主演了台语戏剧《嘉庆军与王德露》。 剧中的高明饰演主角《王德露》。 这部剧播出后,筷子人口红遍全台。 不过,该剧中真正一炮而红的,反而是饰演中勇护卫李勇的石峰。 传说王德露、李勇担任随行护驾保镖时,李勇在南投县竹山镇因天地汇图行赐嘉庆而力战殉职。 当年电视剧中的李勇只用双拳又帅气,最后去世那一幕,不知让多少观众心碎。 之后,石峰又参演了《嘉庆军游台湾》和《西罗七剑》等剧《轰动一时》,后来还转回电影界担任小生角色。 主要的电影作品有《狐漆》、《好女十八遍》、《九月飞鹰》等。 1991年的时候,石峰曾坚持剧演连续剧《草地状元》男主角,于是华氏决定带由萧大陆接替石峰。 后来华氏主管还与石峰一起吃饭,企图扭转石峰的意愿,不过石峰仍坚持不改初衷,并且不愿说明理由,仅称不宜多说,说了会伤害他人。 此事在当时也是引起媒体热议,但始终没有报道出正面新闻。 石峰纵横演艺圈的几十年,女星林青霞、林凤娇、张琼兹等都曾与他拍过吻戏,之前他上节目时还被抱有洗吻屁。 而且当年,他常和侯佩岑母亲林岳云配对演戏,曾有追求之意。 当年石峰和林岳云常常被配成对,之后文英还在节目上当场问石峰,那时候你很欣赏岳云对不对? 听闻此话的石峰在犹豫之后慢慢地点了点头。 不过,石峰后来是和朱须清结婚生子,令很多人讶异。 石峰说,那时候因为听人说他很难追,我从小到大追女生都没有失败过,为了证明就开始追他。 石峰老婆小孩都在美国佛罗里达,石峰则在台湾。 主持人白冰冰好奇,老婆不担心他偷吃吗? 这时文英帮石峰回答,他会偷吃,但不会包二奶。 他赚的钱统统寄到了美国。 石峰和文英之间还曾发生过一件趣事。 当时正好是很多女星说石峰以前有洗吻怪癖的时候。 有次石峰到文英家做客,他开玩笑要亲文英脸颊。 没想到文英老公的遗诏竟然无缘无故掉到地上。 吓得石峰赶紧跑到文英老公的神主牌前道歉。 后来他解释说,那天文英洗完澡就穿着睡袍走出来, 胸前还露钩,就坐在我旁边,我才故意跟他开玩笑。 在2012年的时候,事业顺利的石峰曾出过车祸。 据悉,当天凌晨,石峰驾车行经仁爱路一处港口时, 突遭一辆逆向行驶公车专用道的汽车迎面冲撞。 双方车头半毁,车轮卡住,安全气囊爆开。 肇事车上四名男子竟慌忙汽车逃逸, 连手机、皮夹都忘了拿。 而石峰胸部挫伤,手部擦伤, 医生诊断可能还有内伤。 刚出急诊的时候,他双手贴满纱布, 不停轻按胸口,趋弱地表示, 有点胸闷,因为气囊爆开来了。 后来,警方依据肇事车内遗落的手机、 皮夹及名片等证务, 于当天晚上七点,约谈车上四难道案。 39岁的张姓男子自称是驾驶者, 还称当时另外三人都喝了酒, 他是指定驾驶,滴酒未沾, 但因路不熟,走错了路。 车祸后,见身旁郭姓友人满嘴是血, 着急将他送医才离开现场。 但警方查出郭男金嘴唇受伤且未就医, 寻后将张姓男子依公共危险肇事逃逸罪从办。 警方说肇事逃逸可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徒刑, 酒驾肇事则涉及公共危险罪险, 可处两年以下徒刑, 拘役或处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经过治疗后, 石峰通过经纪人向网友们表示, 我很好,不用担心。 当时女儿刚好回台湾, 知道她出车祸, 买了机要给老爸补身体。 之后,她又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被诊断可能有其他伤病, 需要再复诊。 有所康复后, 石峰当月要演出, 客串两部八点档新戏, 但怕身体附和不了, 就没接太劳累的戏。 之后, 石峰便断断续续在演艺圈 隐身了将近三年的时间。 久未出现在台湾荧幕中的石峰, 终于在制作人三顾茅碌之后, 点头答应演出。 石峰笑说, 这三年其实邀约很多, 但因为拍戏很累, 只好用身体不适为借口推辞。 这期间, 演艺圈除了盛传石峰罹患帕金森事证, 还传出他与老婆朱须清离婚的绯闻。 对此, 他淡定否认, 也表示老婆之前都陪女儿定居在迈阿密, 但年初已经回到了台湾。 两人结婚多年, 夫妻之间能相处融洽, 主要在于太太不会给石峰压力, 也甚少过问她的工作, 最重要的是还会帮她理财。 他不仅让石峰在台湾买了十多个停车位, 更是当上了东区六栋房子的包租工。 石峰说, 以前拍戏回家常因为太累而易怒, 进而对太太大小声。 每当这个时候, 太太就会带着小孩出外散步, 放石峰一个人消化情绪。 也正是因为妻子贴心的处理方式, 才让夫妻二人一直没有真正吵过架。 她传绯闻, 太太也不理会, 但会用小技巧让她知道分寸。 有次她在家看电视, 电视广告出现和她穿绯闻的女星。 太太手指着女星和女儿说, 这个人以后走在路上要叫她妈妈。 听闻妻子说这番话的石峰, 一度吓得不敢言语, 暗自下决心一定要跟女星保持距离。 近几年的石峰虽然也演出过一些影视剧, 但仅限于以影评形象出现在观众眼前。 在2017年的时候, 甚至有新闻说, 石峰心脏出状况需要紧急动手术, 而且是不算小的手术。 后来, 石峰终于在中视举办的 《关怀演艺人员春节联欢餐会》中现身。 不过画面中的她看起来销售许多, 但她也向大家报平安, 表示自己恢复的好多了。 医生也定名她要多休息, 多运动, 饮食也要健康营养, 更直言希望自己不要再拍戏了。 只是石峰表示, 若是身体许可, 未来还是希望能回归演艺圈过过戏。 有记者问起她与石鹰的就事时, 她称, 以前电视台拍戏, 如果找石鹰就不会找她。 外界常常认为, 她和石鹰两人之间有心结。 但石峰无奈表示道, 其实彼此都很希望有机会能同台演出, 因此在聚会中看到对方时, 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虽然现在年纪已经将近80岁, 但石峰整个人看上去依旧相当有精神, 或许跟她的养生之道有很大关系。 过去采访时石峰曾被好友爆料, 其实石峰演戏是副业, 私底下最常做的消遣娱乐是打麻将, 而这也能帮助石峰不断激发脑力, 避免失智症的发生。 对比演员高明, 石峰的晚年算是很好了。 演员高明晚年的时候, 长期患有膀胱、肾、淋巴、 直癌及摄护腺五种癌症, 身心都处于几度煎熬的情况。 因为她的个性不只有坚持, 并她跟儿女及身旁朋友的关系都不太好, 所以平常生活中只有妻子在陪她。 晚年癌症缠身, 更需要旁人无间断的照护。 后期又被冰症和生活折磨得 激进于精神异常, 几乎快逼疯妻子于真。 最终,高明因承受不住身体病痛 和因生病带来的生活痛苦而轻生离世。 在高明过世半年后的一天, 妻子于真向媒体们透露出一个埋藏多年的真相。 她说, 其实我有几次实在受不了她对我的态度, 所以我们离过两次婚。 而对于这件事, 当时子女们也曾问过她为何愿意再回头。 她说, 因为我知道她没人照顾, 我可怜你们爸爸。 后来也有媒体申巴过此事。 据悉, 两人第一次结婚是在余真17岁时, 后来因争吵不断, 民国63年离婚, 等到小女儿出生后又在童年结婚, 之后又在民国93年离婚, 隔年又结婚, 共计三结二离。 不知时封响及曾经同剧组的高明, 晚年是这种生活, 会作何感想? 或许有许多人都曾幻想过自己的晚年生活, 该如何安详度过。 但是, 如今上还年轻的我们, 这些都还是非常遥远的事情。 要想让自己晚年无忧, 那我们就必须在可以奋斗的年纪, 全力拼搏一把。 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生活变得更好, 才能减少生活中诸多不顺心的小事。 如果能保证自己长期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在人生的最后阶段, 获取想要的幸福。 希望时封能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 调整好心情, 让自己少些烦恼, 安稳度过余生。 当然, 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 再拍出一些优秀作品, 就更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 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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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